大家好我是Jimm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最近呢我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看字變得有點沒辦法對焦 然後平常看的很習慣的螢幕 對我來說越來越亮 也就是我變得有點味光 而且這個狀況持續了一個禮拜 代表工作變得困難 更不用說打遊戲了 所以我就跑去看眼科 那最後呢花了1200做了眼球的斷層掃描 然後花了1800買了這個熱敷眼罩 這本片我們就來開箱這台 Mate Best 熱敷眼罩才怪 這部影片我們來討論如何預防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們就從椅子高度到桌子高度 螢幕距離、螢幕高度、螢幕的選擇 甚至螢幕的設定 來討論如何幫助各位更長久的打遊戲 先講一下玩遊戲的歷史 從高中時期玩CS 1.6 玩到學校以為我考不上大學叫我轉學 到後來出社會回來玩PC 只要是射擊遊戲我推玩玩看 現在拍不去的時數大概是1200個小時 講這件事要告訴各位 我完全能夠體會那種想要玩徹夜 不休息玩到早上那種感覺 我也年輕過 我是用一個熱愛射擊遊戲的玩家 這樣子的身份出發 研究過一些醫生的建議 加上我切身的經驗來講接下來的內容 Let's go 我們先從椅子講起 這個椅子是頂尖電競品牌南昌牌的產品 價格是一萬塊的十分之一 一千塊 高度可調是重點 高度要調到可以腳踏實地 腳踏實地的時候 你的骨盆呢 它會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的上半身就不會亂晃 然後你也不會想要翹腳 因為前面這兩個動作都會傷害你的脊椎 玩遊戲的時候要做好做直 做好吃飯把飯吃光光 背部脊椎的支撐我覺得還好 因為玩射擊遊戲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做好 或是甚至有一點點前傾 桌子的部分一樣不要過高 做好的時候呢 手拿著滑鼠放在桌面上面 肩膀手手呈現一個自然平放的狀態 這時候如果你桌子太高的話 你可能就會變成這樣子 會有點聳肩 聳肩的話長時間下來就會造成肩頸不適 如果桌子太高的話 也可能會造成手臂移動不順利 使用過多的手腕也可能會造成手腕受傷 我用的桌子是IKEA的EDACEN 高度可調 有電動款的但價錢會比較貴 我的是手動款的 同時這張桌子也是IKEA桌子裡面 數一數二穩的 桌子要夠穩 螢幕才不會晃動 螢幕晃動也可能會傷到你的眼睛 以上幾點幫助我在過去四年來 無論是需要長時間使用電腦的工作 或是長時間遊戲 都沒有遇到過脊椎、肩頸或是手腕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出問題的部分 也就是跟眼睛相關的螢幕的部分 醫生的診斷是我的結狀機過度疲勞 還有角膜水分不均勻 螢幕的高度最好是設定到 當你做好的時候 眼睛是平視螢幕的上圓 然後頭稍微低下來這樣子使用螢幕 這個稍微低下來的角度會減輕肩頸的壓力 同時眼睛往下看的時候 會不自覺的增加眨眼的次數 維持眼睛的濕潤 減少水分不足的狀況 距離的部分 醫生的建議是45到60公分 有可能你會說 Jimmy我沒有尺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無尺之圖的話 很簡單 如果你是玩射擊遊戲的話 通常我們的主流滑鼠墊的深度 會是40或42公分 這時候呢 當你的滑鼠墊放好 然後你把螢幕放好的時候 螢幕下緣不要超出滑鼠墊的上緣 這樣就確保著你在玩的時候 至少有40公分的距離 我知道這時候一定會有人說 啊那職業選手都放很近的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職業選手 在25、26歲這麼輕的年紀 就退役的原因之一 同時這也是我眼睛出問題的原因 就是眼鏡度數太高 然後距離放得太近 長時間的使用下來 造成結狀機的疲勞 接下來是螢幕的選擇 如果你告訴我說 Jimmy我是用筆電 先把接下來的內容看完 然後給我去買一個螢幕 我使用的螢幕是ZOWIE的XL2546K 這是一顆24.5吋的螢幕 底部縮小的設計讓你有兩種方式 可以避開滑鼠墊把螢幕拉得更近 更不健康 那你會問我說螢幕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職業比賽選擇24.5吋的原因是因為 為了想要看清楚螢幕上小小的敵人 所以通常螢幕不會擺得太遠 這時候如果你太近 然後你螢幕又太大的話 你只能看到一部分的螢幕 沒辦法顧到全局 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職業電競選手實況主 跟職業電競比賽 都是使用24.5吋螢幕的原因 這個我完全可以體會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嘗試過27吋螢幕 尤其是在玩狙擊的時候 你很難免會想要更貼近一點點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 24.5吋擺在45-60公分的時候 遠距離的敵人看不清楚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上了年紀的話 你可能就要考慮27吋2K的螢幕了 這樣目標會比較大 然後比較細緻 所以你不用貼很近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無論什麼尺寸 都絕對比筆電上面小小的螢幕來得好 功能的部分呢 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暗部加強 第二個是插黑針 那暗部加強這個功能呢 基本上就是把 在螢幕上面顯示比較暗的部分 提亮 所以說躲在暗處的敵人 會比較容易被發現 那這個功能不同的廠商有不同的名字 有的叫暗平衡 有的叫暗部加強 有的叫FPS模式 都大同小異 這個功能帶來的好處呢 是當你把暗部的亮度調亮之後呢 你的遊戲整體亮度就不用調得過亮 因為過亮也會太刺激眼睛 造成眼睛的疲勞 第二個功能呢 就是插黑針 也就是Black Frame Insertion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原理 基本上就是在每一次螢幕刷新的間隔中 插入一個黑針 來減少脫穎的狀況發生 那敵人在移動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清楚 這個功能比較少見 那各家也有用不一樣的名字來稱呼它 如果是Zoey的話就叫做Diac或Diac Plus 那如果是華碩的話就叫做ELMB 那也有ULMB 就是Ultra Low Motion Blur 類似這樣子的 都是講一樣的事情 這個功能呢 的確非常有效果 Zoey甚至把它拿來當作螢幕的主打功能 但這個功能代表著 每一次的螢幕刷新 都有一個Frame的黑針在裡面 表示螢幕從頭到尾都是一直高速的在閃動的 所以長久下來可能會造成眼睛的疲勞 那有些人甚至看這個功能的時候 它是會暈眩的 我自己不會暈眩 但是玩久了之後會有全身發熱的感覺 我猜測也是因為我的眼睛感覺到負荷了 那這個功能聽起來很厲害 但是絕對不是必要 所以在選購的時候呢 要有取捨 好我們最後整理一下 螢幕高度要可以調整 距離45到60公分 眼睛平視螢幕上圓 24吋以上都好 現在高刷新率的24.5吋螢幕 價錢都已經降下來了 那後面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整理三個CP值最高的螢幕 做一部影片 推薦給大家 另外是最近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常常收到很多家長來問 請問有沒有推薦2萬以下筆電 給孩子做遠距教學用的 那我這邊提出一個想法 2萬塊以下的筆電通常都是11吋或13吋的 非常少有到15吋的 那我們稍微思考一下 今天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公司上班 至少公司會給我們一個22吋以上的螢幕 那為什麼你要讓你的孩子 用11吋到13吋的螢幕來上課呢 我了解很多人會有預算的問題 那我們稍微思考一下 未來孩子如果因為這樣子近視了 或是眼睛出問題了 後續需要來矯正 需要配眼鏡帶來的開銷 絕對遠大於一顆螢幕 所以購買電腦給孩子上課 請優先把螢幕放進預算內 我自己也是預算考量 所以當初想說省6000塊 買了24吋的螢幕來剪片 我想說拉近一點就變27吋 結果證明我是大錯特錯 這一次呢 光是檢查跟配新的眼鏡的價錢 就遠遠超過螢幕的價差了 最後呢 我知道如果我現在要開始講什麼 一個小時休息10分鐘 你們一定完全不想鳥我 所以呢 我就要來開箱這款MateBest 才怪 我又沒有工商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把這部影片 分享給你熱愛遊戲的朋友家人們 祝你們都能夠長長久久的玩遊戲下去 如果你對使用電腦 或是玩遊戲的知識 有更多更好的建議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Gymie 謝謝你的收看 喔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